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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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上甚深为妙法 爱见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见如来真实义 车五禅师举路 各位比丘 各位大的居士 请宣开经本 请看第二十五段 须知一句阿弥陀佛 我以唯心为中 此唯心之意 须以三量凯定 三量者限量比量圣言量也 限量者未清正其理也 如罗斯大师七岁随母如佛士 见佛波喜而顶待之 而而念约 我年圣佑佛佛圣众 何能顶待 誓念财动 佛师生自身自拨 遂物法界万法为心 高丽为小法师 来尺土参学 叶树众间 可圣明曰之下 见清水一汪 以首菊儿引之 殊觉香美 至赤日清晨 乃见其水 乃见其水 为目中空处 遂物心大吐 乃物万法为心 便回本国住宿 此皆限量千正也 好 请看这一段 这一段我们给出的名字 叫念佛是从宗子 讨论这个问题呢 是带有一点玄妙 形而上的讨论 这个宗就是属尊崇 所建立的那个刚钟 是一个教法得以成立的核心的依据 所以我们念这句 南无阿弥陀佛名号 它类具什么样的宗旨呢 这里面是需要深入的讨论的 要不我们觉得念这句名号 就会觉得很一般 很枯燥 很平庸 那么我们怎么理解这句名号 称为万德鸿鸣 成为法界的奥仗 这里对宗旨就不得不加以讨论 一般天台家讲五重悬议 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明宗 阐明一部经典的宗旨 那么这个宗呢 也是切入到它的体性的重要的方法 那这里谈到的四重宗旨 第一是以唯心为宗 第二是以念佛为宗 第三以绝代元龙为宗 第四以超秦离间为宗 在这个四重宗旨里面 尤其第一重 以唯心为宗是核心 是种刚 就唯总了 下面三种宗旨 就是这个唯心唯中的展开 就唯别 那么唯心唯中 要把这个问题讨论清楚 那是要有层层拨损的 这种全息了 所以下面就分为四个层次展开 第一个小层次就是三量凯定 第二是从理据事兆来展开 唯心唯中的道理 第三是谈明体同意 就是这个明相和它体性有同有异的差别 第四是本有现前 本有是谈无始的 无始妙明真性 现前是现前因应的这个心 跟无始本有是什么样的关系 好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书文 一句阿弥陀佛以唯心为终 这个心就是指妙明真心 妙明真心就是实相 就是法界 有种种名称下面会讨论 那这个唯心的法意 首先以三量凯定 这个三量呢 这是指英明学法相中的概念 量就是尺度的意思 就是指知识来源 认识的形态 以及判断知识真伪的标准 就是量 一般又讲有正量有非量 正量就是正确的认知 非量就是指不正确的认知 那这个谈唯心为终 首先以三量来凯定 这三种量 就是限量 比量 圣言量 好 那我们来看看什么叫限量 限量我们常常会讲 在佛的一面 他属正德的法界的实相 真理 叫限量清正 这个限量就是直觉 去量知一些法的本质特点 没有加进他的心意识概念的活动 就是以无分别心 所限量把握的真理 这就叫限量 在我们耶利凡夫层面 我们讲我们也有限量 比如眼耳鼻舌身 这个五根 这个五根所接触的色身相味处 它接触这些呢 它是属于限量 这个不会去分别 但是马上他的第六意识 就会上去就分别 那由于我们余生俱来的这个新意识 跟得很紧 所以我们一般 凡夫都属于 虚妄分别的这种特点 所以我们从真理层面 很难谈有限量清正 那限量又可以称为正量 正量就是对主法实相的正确的认知 说这个限就强调了这个正量 是对当前实际的直觉的正值 直接的正值 不加于分别啊 推理啊 仇量啊 这些意识作用 就是直觉的反应 这就是限量 这个比量 比量就是 由一个以知的认知 来推未知的一个知识 就是由推理 推论所获得的知识 这叫比量 比如我们远处看到烟 有烟雾出来 我们就会推论 那肯定有火 下面必有火 这个墙外有一个 有一只 有个脚穿过 就推之 可能有头牛 在这里走过 所以这叫推 推论出来 那推而广之 我们知道 在现象界都有生住一灭 所以见到生 就推之必定有死 见到有春天 就一定推之有夏 有冬天 见到一个事情成熟 就一定知道这个事情必定要败坏 这是更深一层的提理作用 那这个比量又可以分为 致比量和他比量 致比量就是为自己获得的一种正确的认识过程 用观念来推理 但是这个观念的前提 它必然是正确的 推倒的结果 它也是正确的 而这个推理的作用表现在自己的内心 这叫致比量 他比量就是使其他的人获得正确的认知而推理 那这个他比量 就让他人得到这个正确的知见 就得借助于语言文字 那这个还有这个非量 就是它的前提是不正确的观念 来推出的是矛盾的结果 比如说一个人万寿无疆 永生不死 这个物质客观存在 永远不会变坏 这个就叫非量 又称为比量相为 那圣颜量 圣颜量 圣颜量就是 诸佛为教化众生 属安利的教法 所以这个圣颜量 一定要具足四个要素 第一 第一 圣颜量 所依据的是限量的真理 第二 这个建立教法的人一定是足佛 而不是因地的身闻原觉菩萨和学人 因为佛才圆满一切种质 第三个要素就是属教化的众生 第四个要素就是属趋向的目标 趋向涅槃国 具有这四个要素就称为圣颜量 但一切身闻原觉佛地质在也可以讲佛基因 但是一定要得到佛的认可印证 也可以称为准圣颜量 好 那么了解这三个概念 你看这个车悟大师就进一步说解释 就是限量就是轻正其理 就是轻正法界的理体 或者心性的理体 这里举出两个例子 这两个例子首先是谈基摩罗斯大师 说起这位大德大家都很熟悉了 对我们中国大圣佛法的翻译和流通贡献巨大 他的出生就很来历不凡了 他的父亲是一位宰相世家 基摩罗严 由于他好意要修道 就宰相不做了 交给他的弟弟 自己就到处游学修道 就到了九祠国 九祠国就是现在新疆一带 九祠国国王有一个妹妹 很聪慧 长得很端章 身上还有一颗红色的痣 据这个会相法的人说 这样的女人 有这种特点的女人一定会生有智慧的儿子 所以各个国家的王子啊 贵人争相去聘取 但是这位九祠国的国王妹妹呢 就都不答应 唯有见到这个金慕罗严 就心里就有心动了 就爱慕 爱慕呢 这个金国王的 九祠国王的竭力的凑合 就他们俩就结婚了 结婚就生下了金慕罗严 怀胎的时候呢 这位这个他的母亲 都是辩才和智慧 比原来更更真上了 所以大家都知道 他怀的是一个有智慧的儿子 有点像涉利佛 怀涉利佛他的母亲的那个 情况差不多 涉利佛的母亲 揪子啊 怀了涉利佛之后 辩才无碍 他的弟弟辩论 原来都辩不过他的弟弟 薄居罗 结果一怀孕呢 他的薄居罗就辩不过他 就是智慧之相 但是他的母亲也很有道心 生了两个儿子之后 感悟到世间的无常 就想出家 前面他爱慕金慕罗严 金慕罗严已经成家了 就很爱慕他 结果一听到自己妻子要出家 就很不答应 不答应这个 这个 这个 金慕罗斯的母亲呢 就绝食啊 绝心很大 如果不替发 不出家就绝食 绝食到第七天奄奄一息了 一看再不答应 可能生命都保不住了 才最后一天才答应他 同意他出家 那出家之后 这位 叫比丘尼了 这个修行精进 很快正到出国 那当然他就 带着他七岁的儿子 常常到寺院里面去 这就谈这个公案了 这个寺院当时就由 这个 这比丘尼呢 就离开了旧食国 因为他是王妹 国王的妹妹出家 供养太多 所以他就离开 离开到了沙勒国 在一个寺院里面 带着他的儿子 就是小沙米了 这个金慕罗斯也就替肚了 到这个寺院 见到佛波 佛曾经用的波 那我们比较理解为 我们现在的那个 轻飘飘的波了 这个波可是有来历的 当时这个佛成道之后 就开始这个 露定三七日 从定中起来 接受大凡天王 道理天王 三字齐寝 就要开始来做教化众生的佛事 他油画呢就要接受供养了 接受供养佛就动念头 应该要一个波 那么四天王就知道这种事情赶紧来供养 但供养呢就认为要供养好东西了 就供养黄金波 用黄金做的 佛一看摇头不接受 再供养白银波也不接受 乃至于琉璃车鸡 就是七宝的波呢 佛都拒绝 拒绝呢这四天王就觉得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有一个披萨门就提醒 说原来有青色足天了 曾经要给四天王供养石波 石头的波 当时是认为这个石波吃一顿饭之后 就可以舍弃 另外一个天人知道因缘 说你劝四天王 你不要用这个波好好保存 就像保存佛塔一样 未来将有释迦牟尼佛出心 你们再去把这个石波供养出来 这样这个四天王 听到这个提醒之后 就分别去供养四个石波 那十波就很重了 那供养来佛就觉得他也不可能要四个波 只能要一个 但是要一个要哪一个呢 要了一个其他三个天王就不高兴了 所以佛平等心 就四个波都接受了 接受了那怎么办呢 就用左手把这个四个波一层一层轮起来 再用右手一压 压成了一个波 四个波压成了一个波 那你说佛是这个四个波压成一个波的石头波 你说一个七岁的孩子 拿着这么一个佛用的石头波 你说这是什么概念 他由于当时他见到佛很心生欢喜 把他顶在头上 很轻易的顶起来了 拿起来了 但是拿起来以后他马上就伸起一个念头 哎呀这个波的很大呀 形状很大 我为什么举起来这么轻呢 他一动这个念头 马上感觉到这个波呀很重 一下子就拿不住了 就失声 就这个波就下来了 那他的母亲就问 哎你刚刚举到头上很轻松 怎么一下子就掉下来了 那金木罗斯就回答 儿子心有分别 所以这个波就有轻有重 当他心不分别的时候 他觉得很轻很轻松的就举起来了 他一动念头分别下 哎我这么小的人怎么能拿起这么大的波呢 一动这个念头他就拿不起了 他由于这个 他由于这个 动那个念头 这个念头一动 尸身自波 把波就放下来 就开悟了 开悟就悟到了万法为心的道理 而这个悟呢 这个悟呢是他限量清正的悟 不是从佛经里面文字里面的解悟 这是一个公案 第二个是谈高立国 高立国就是朝鲜了 高高聚立呀 新罗国呀这些 当时在唐代的时候 这些朝鲜的一些比丘 纷纷来长安求法 这个唯小法式 有时候又叫元小法式 就跟当时的异乡 异乡一起游行 准备到长安去学法 中途呢就是夜晚就披心待悦啊 就那时候人口稀少啊 也没有客栈呢 夜晚就在魂墓之间露宿 露宿但是他只是看到是土丘 倒不知道是什么 一坐下来就觉得很疲劳 尤其是很干渴 在一轮月光之下 就见到旁边有一网清澈的水 就用手呢 举这个水来饮 饮这个水感觉到这个水非常的香美 到了第二天早上 天亮了 再一看那个水呢 发现那个水是从魂墓里面 尸体里面出来的那个血水 这样就恶心呢 就想把这个昨晚喝的水吐出来 就在要吐的时候开悟了 也悟到了万法为心呢 为什么昨晚上感觉那么香美呢 现在一看又感觉到恶心呢 同样是一个东西 为什么就有这么强的差别呢 那么这里谈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高僧 跟宋高山传里面 他所表述的又有点差异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他是说当时遇到了下雨 跟异乡遇到了大下雨 这就是赶紧在道路旁边的一个土坎 一个土坎大概是有点摇动的这种感觉 就在土坎里面就藏身躲雨 躲雨到了早晨一看 原来是一个古古代古墓 而且古墓里面还有尸骸尸骨 他是发现这个 但是天又还在继继续下雨 而且道路迷迷很难行走 所以呢 很难行走就逗留了 就第二天晚上 又只能住在那个古墓里面 坐在古墓里面呢 到了半夜的时候 忽然就有鬼来做怪了 这时候元小法师就有点感悟了 就感悟凯塔 说昨晚上我们睡在这个地方 认为是土坎 睡得很安静 很吉祥 那么今天晚上 流说在这个 由于看到是古墓 就认为是鬼乡的 鬼住的地方 那么这样 由于知道这个事情 马上就有鬼来做睡了 那这个情况就是 心生故种种法生 这肯定这个鬼的做序 就是自己心变现出来 为什么昨晚上没有这个念头 你住在那个地方 这个窑洞和魂墓不二的情况下 很安静很吉祥 为什么今天晚上会有做睡呢 所以他就 悟到了三界为师 三界为心 万法为师 心外无法 这些法 都是心里的一种表现 所以他觉得心外无法 既然这样子我还去 向外去求什么呢 他就打道回府了 就不如长安去求法了 带着自己的行李回国了 搞的这个异乡法师 自己一个人前往长安 一乡法师也是很有名的高僧 他跟法藏法师 专门研究华盐中 以后回国弘扬华盐很有成就 称为海东华盐出主 那这个元小法师回去之后 那他就有点事事无碍了 开悟了之后 他都以居士的身份 全国各地到处行走 包括酒店 银舍去劝导他人学佛 甚至采取这个鸡鼓啊 跳舞啊 歌唱啊 种种奇特的形式 而形态上也有点不拘小节 有点像我们中国的 制宫禅师和这个祭宫和尚的这种风格 但这个元小法师还是很了不起 当时龙宫里面要传一部经出来 说要让国王请元小法师来注解这部经 讲解这部经 说明他连龙王都知道他的大名了 他的德恨了 这也是圣贤硬化 当他事事无碍的时候 他就可以采取一种 这种不拘小节的这种形态 表现出来 好 那这里谈到的金默罗斯大师和元小法师 他们这种开悟悟到万法为心 都是属于限量轻正的境界 好 请看下面 笔量者 笔量者借众向而观于义 笔欲而知也 足欲之中 梦欲罪切 如梦中 如梦中属见山川人物 万别千差 皆不离我能梦之心 离梦心外 离梦心外 别无依法可得 其此 其此 可以比喻 而知 至于梦中 好 现在全息这个笔量 笔量就是推理的一种形态 就是借纵向而观于意 这个纵向就是比较明了的 常识性的来推他的深浅的法义 用比喻而知 这个比喻的叫法就是用熟悉的一种东西 来比框那个不熟悉的事情的道理 那在所有的比喻当中 梦遇罪切 比如佛要告诉我们 诸法的真实的法义 这个法义是佛亲证的 但对于我们凡夫来说 我们是很难去理解 因为我们没有这种限量亲证 我们都是在心意识里面作用 那心意识都是生灭心 那佛正道的那个法义是不生灭的 圆满的决心 所以佛要把这个不生灭的真理 告诉我们生灭的众生 它确实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要用种种比喻来帮助我们理解 那这个比喻 比如《金刚经》有一个记者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抛引 如路地如殿 因作如是观 那《金刚经》一经的宗旨就是 全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从哪里下手呢 要观后面讲 这个不取相 不取一相 如如不动 那不取一相 如如不动 对我们来说也是很难下手 我们都是着相的凡夫 如如不动 虽然概念上也相信有如如不动的真如 但是我们处处都跟如如不动相悖 所以怎么去切入到如如不动的无相的心体呢 那就告诉我们下手方便 就观一切有违法 那么我们这个世间上一些心法 设法 顺先法 凡夫法 只要在现象界的一些都是有违的 那这些有违法呢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法义呢 它的真相是什么呢 这里就提出了六卢 卢就是比喻了 通过比喻 那我们了知主法 这些有违法的真相 首先就把 卢梦摆在第一 所以金刚经讲的六卢 卢梦是总刚 卢幻 卢抛 卢引 卢路 卢电 所以对卢梦的一个展开 具体展开 这就是总和别的关系 那对于一切法的本质特点 用梦来比喻是最为深切 那这样我们就要探讨梦了 梦怎么形成的 无论是外道还是佛法都会讨论这些问题 那一般我们常常讲的 日有所思 夜有所梦 也就是它有一个 诱发梦境的一个源 日有所说 夜有所梦 用弗洛伊德的话来说 就是你未曾满足的欲望 在梦中得以一种补偿 以补偿的心态表现出来 那梦还有一种 就是天神托梦 梦中的预兆 梦中的预兆就不是你自己所思的 而是出乎意料之外的 所以这个梦的产生的机制 也是初中复杂 那总之这个梦境 来自于我们的望心 这个梦的境界 它是源起法 源起之法 那我们知道 源起之法的本质 就是当体即空 如果这个妄想多的人 他做梦就会做得多一点 几分钟就做了一个梦 再接着一个梦 再接着一个梦 梦一个晚上都在做梦 如果夜长中 做的都是噩梦 这个救命啊 或者鬼来缠身呢 所以有句话叫 智人无梦 这个修行 到这种烦恼少 甚至烦恼没有的时候 它就没有梦了 这叫智人无梦 因为智人 他的望心就少啊 所以梦境就少 好 那这个 我们每个人都有 做梦的体验 你就思维这个梦境 以及它跟醒觉状态 是什么关系 就很有意思 我们能梦的心 这个心时 它也是缘起法 所以无论是能梦的心 属梦的境界 都是心时的梦幻的力量 使它显现的一种境界 显现 好像是有 本质上是无 这叫似似而非 好 那你看这个梦中 你如果没有醒的时候 你梦中 你会见到一些 梦中一定会有自己的 也有他人的 也有山河大地 衣抱环境 隔身人物 万差千别 甚至梦到你是古人 穿着古装 甚至梦到 可能你不是人 是一个畜生 那这各种东西 都会变现出来 万差千别 在梦中 只要你没醒过来 你梦中扮演的那个角色 你还真的是 觉得很真实 梦中别人 打你骂你 你真的会生气 梦中的老虎 感到你要吃你的时候 你赶紧逃命 你会感觉到真实的恐惧 心跳还真的会加速 那等到 或者你醒过来了 很恐惧 跑不跑 跑得 救命了 现在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 那那个老虎还有吗 这时候你会哑人失笑的 说这个是一个梦 心里就放心了 好 所以这个梦境 我们知道它是虚幻的 是基于我们的虚幻的心显现的虚幻的境界 但是在虚幻的境界当中 由于我们在梦中的分别心 执着他的石油就在那里颠倒执着 梦醒了就离开梦境的颠倒执着 好 当说 醒过来之后 什么都没有了 也没有梦中的自己 也没有梦中的老虎 但是 是问你做梦的时候 那境界从哪来呢 有不有一只外面的老虎 真的进了你的梦里面去了呢 那你肯定是否定 没有真实的老虎进我的梦境 那能够那个梦中的老虎 有怎么显现的呢 为什么会显现这个境界呢 好 那你分析 哦 是我能梦的心 是我的心时 是住梦的主体 能梦的是心时 属梦的是梦中的境界 梦中的境界千差万别 这就是 不离我能梦之心 离开能梦之心之外 别无一法可得 于是梦里的境界 全都是你的心 全梦即心 全心即梦 那个梦中的老虎 就是你心时里面的老虎 梦中的他人 无论是有缘的恩人 还是见面分外眼红的仇人 都是你心时里面的东西 好 那基本上我们知道 能梦的心和属梦的境界 它是一不是二 就是全体的梦境 就是你的心 好 离开你的能梦的心 别无一法可得 用这个基本原理 我们就可以推知 我现在睁开眼睛了 醒过来了 醒过来了 也有自己 也有他人 也有山和大地 千差万别的万法 他跟梦境一样 也是唯心属性 换句话来说 我们现在 睁开眼睛 看到的这个境界 仍然还是在梦中 需要注意啊 不要以为 昨晚上做梦是虚幻的 睁开眼睛 看到的这境界 仍然是虚幻的 这种奴梦观 一定要非常彻底的把握 你把握了这一点之后 你的人生就会 潇洒得多呀 不真实的 都是梦中的境界 你还有那么强的 情绪反应干嘛呀 就像中午有一个老居士 他说他的儿子搞团销 他痛苦之急 要跪在儿子面前 不让他走 那这个母爱之心 是可以理解 但这个儿子是铁了心 要走 那怎么办呢 那你就看风蝶嘛 做梦嘛 你尽了力量就可以了 你总不能死在你儿子面前 你不要这么执着啊 你把他看成如梦 我们的很多的烦恼 甚至很多的造孽 就把一切法 看成是真实的 去执着 去贪恋 去有种种深刻的情绪反应 才是我们痛苦的根源 我们做卢梦官 卢幻官 卢隐官 卢路官 我们就会解脱的多啊 当下从有违法的 卢梦的这种观照 就能切入到 卢卢不动的那种真性 从这里面了知 我们现前一些 见闻觉知一些法 我们接触的一切 一切的人 做的一切事 都是心实属变现的 我们的心实是 错乱的东西 属现现的境界 都是虚妄的 由此我们不要再去颠倒执着了 所以这个祖师 有名颜兽大师 要我们 即便是你去盖世院 弘法立生 你也要观照他如梦 如梦不是说照念如梦 你修行 你成佛也是如梦的 一切法如梦 一切法如幻 不是有分别 是一切法 包括凡夫法 圣贤法 生死法 涅槃法 都是如梦 都是如幻 都不真实 无有自信 这就是一空到底 空空一空 毕竟空无所得 这时候你才切入到 那个如如不动的 所以这是佛教的真理 好 再进一步来看 圣言量 圣言量就是佛在千金万论 所说的 三界为心 万法为实 三界就是我们轮回的三界 欲界 色界 无色界 它也是我们心识变现出来的 万法 身如万象的万法 也是阿赖耶施 属变现的 这个为实 就是只有能 能变的施 没有真实的外境 这个三界为心 万法为实 它是用了不同的表述 实际上这个施就是心 这个施呢 讲这个施一般有四个名称 心 意 实 了 这施者都是这种 没有物质障碍的那种 那种功能 这种施的功能 就是阿赖耶施的功能 它不是仅仅在身体里面 在细胞和神经系统产生作用 乃是可以变法界的 这个施就是阿赖耶施的种子起现形 那这个施是一种功能 功能性的东西 所以讲这个万法为施 这个施又在变化 一切万法呀 都是阿赖耶施所变现 它有转变 有转化 有变现的意思 所以巴施 巴施有心王 有心锁 它都能从字体转变 那种或者变现 似有而无的 那个相分和见分 这个在法相中里面 它都是剖析的非常的细微的 是一个非常深邃深广的心理学了 所以我们无论是大小圣经典都在讲 三界为心万法为师千金万顿 都这样说 虽然我们没有限量 亲证到这样的为心为实的境界 但佛亲证到了 佛把这个真理告诉我们 我们要如实的信解接纳 好 请看下面 以约现等三量凯定为心 更约四里二门 便明俱照 未有礼俱 方有四照 礼若不俱 是何属照 属于礼俱 但俱是照 离四照外 无别属俱 由有四照 方显礼俱 是若不照 整知礼俱 所以四照 只照礼俱 离礼俱外 别无属照 只此一念心中 本具实界万法 即此一念谁缘 能照实界万法 礼俱 如金中 本具 可成 平盘 插穿之理 是照 如 随工匠 如 锥 之源 造成 平盘 插穿之器 又礼俱 如面中 本具 可成 种种 食物之理 事造 如水 火 人工 之源 造成 种种 食品 也 好 这是 从第二个层面 来谈 为心的道理 前面谈 已经从 限量 笔量 圣言量 三量 来 凯定 为心 这个凯定 就是 决定不移的真理 一切法 为心所现 所以说 现前一切万法 但为心 这个道理 我们要 铭记在心 要把这个道理 变成一种 觉照 观照的 极强的力量 我们就会 对一切境界 顺境 一进现前 就能够 如如不动 如果你把 这个万法 认为是 跟我们心 是心外的 一个客观 真实的东西 那我们一定会 恐惧不安的 所以 般若系经典 它这个 为什么 要谈 22年 就是我们 对 主法的 那种 颠倒 总是认为 它很真实 不能 从 违心 属性 去 这个 做出 当下的 智慧的反应 如果这个 观照得 很明晰 那这个 很多 不好的境界 马上你能够 游行回转 比如这里 有些公案 有一位 玄沙 悲禅士 他带着一群 比丘 在山中 砍柴 砍柴的时候 或认旁边 一个比丘 就 尖叫起来 说 和尚看虎 可是老虎来了 叫和尚 虎来了 这个 这就 这时候是看公虎的 一般人看到老虎来了 赶紧把这个 柴刀一跑 赶紧跑 但是玄沙 被禅师 从容不破 看了下老虎 再回过头 对那个 经教的 比丘 说 说了两个字 是你 你说那老虎 那个老虎 是你 因为你想想 当下的梦境 梦中的老虎 是不是你 既然梦中的老虎 是你 你现在看的老虎 也不是你 当玄沙 被说老虎 说是你 那你不会害我 他也不会害我 照样看才 你说 这是什么境界 他就能够 如如不动 不取一项 如如不动 还有一位 林任法师 他在山中行走的时候 夫人山中 有野火烧起来了 迅猛地向他的方向燃烧过来 那跟他一起行走的人 人一看到火来了 都赶紧逃避 但林任法师呢 还是照样走路 安不如常 从路不复 自己说 心外无火 火 十四心 如果说 飞来的火 可以逃避的话 你没有办法 逃你的心呢 你怎么能逃这个火呢 他把这个心外的火 把这个火 他当下能够认知 也是梦中的境界 火从哪来啊 火也不是你梦心显现的 一个东西吗 既然你的梦心 心外无法 你往哪里逃啊 所以他在心外 这个心外无火 火十四心 非火可逃 无由免火 他有这种关照 那马上出现奇迹了 这个火到了他旁边 就熄掉了 如果他内心没有心火 这个火对他产生不了 所以 是因为我们有 这个称恨的火 才会 才是引起火了 这个火才会 对你产生作用 所以这个 火法高妙之处啊 你这个 从这个一切万法 但为心献 三界为心 万法为实 真正能够透过去啊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 那我们在这个世间就会潇洒得多啊 不会一天到晚 愁眉骨田 宠怒接近 这个 我们的平常心就能出来 对一切境界做平常观 都是如梦幻抛影 原生之法 当体极空 好 这是前面 约这个限量 笔量 圣言量 凯定为心 下面呢 进一步 来从 事项和理体 这两门 来辨别 阐明 理据 事兆 谈这个问题呢 这就属于天台家讨论的问题了 也是大乘佛法 一个基本原理 这个 理据 一般 我们从大乘起习论 基本上就能够把这个概念给它解释得清楚一点 一心俱二门 心真如门 心生命门 心真如门就是这个理 这个理 心真如门的体性 含障 具足 事出世间的一切法 那这个 这是体 这个心生命门 就谈它的相和用 那这个 正因为我们心 心性理体 具足一切法 所以才能够使事项 事项就是指缘其法 就能使理据的这些法 给它显现出来 如果你的理上不具备 你的事 你就没办法去把它显现出来 比如我们自信 本具六种神通 理据天眼通 我们才会发明这个望眼镜 理据天耳通 才会有电话手机 理据神直通 才会有飞机 如果你理上没有 你再一天到晚发明创造 那是搞不出来的 所以一切高科技显现的 那个神庙那种神通 也都是我们心性本具的 所以如果理上 理中不具备 事你怎么造 都显现不出来 是这个道理 所以谈理据 理据 但这个无形无相的理据 我们把握不了 那是从事项上 我们把握 理据据什么 只是据 事照 在事项上所彰显的一切 离开这个 事照的这些事项 就不会有数据 无别数据 就没有其他的 理据的东西 所以这里面 你事照的东西是从理 理据里面显现出来的 那正因为有事项上的照 才能彰显你理据的那些功能 那些信德 所以这里面 他这个理和事就得相知 相得一章 正因为理据 你得要积极有为的去事照 如果事项上你不去照 照就是照着 就是要有所作为 你不去照着 你怎么知道理据呀 这里我们就会体会 为什么华言经最后 他非常强调十大愿望 十大愿望就是 在事项上你就要去 无不疲不厌的 去修菩萨的恨愿 普行十大愿望是 菩萨道恨愿的核心 总纲 你只有透过这样的 普贤恨愿的 事项上的修持 你才能把你本具的 一帧法界的信德 也就是如来无量无边的 横杀的功德 给它彰显出来 如果知道我们具有着 如来无量无边的功德 但你不去修行 不去试照 它也显现不出来 它是在潜伏状态 所以这个大乘的 中道的道理 虽然你了知无事相空性 还要修其善法 才能得罗多罗善美善不提 你修其善法 就是谈试照 你通过试照 菩萨恨的修行 你才能把理据的 如来障的功德彰显出来 所以你事项不照 你怎么知道理据什么东西呢 所以你事项上照 就事项上修行 你只照 只是显现你理据的东西 离开你的理据之外 别无所照 这两者就是深刻的辩证关系 那这个理据试照 就是 以唯心为中 这个唯心里面 就具足理据试照 两个含义 如果你这个两个含义不具备 你就讨论不了唯心的道理 好 那这样我们就进一步推迟 我们现前这一念心中 从理上来说 本具十法界的万法 十法界就是六凡法界和四圣法界 这个万法包括他的正报 一报 都在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当中 具足 那我们说现前一念心性 可是非常尊严了 和其自信具足万法 会能主持开悟就觉悟到 开悟到自信具足万法 同时又和其自信 能生万法 你本具理据这个万法 那怎么能够生起来呢 这就要谈试照 试照就是你现前一念 要随缘 随缘就是谈心生灭门的问题了 理据是谈心生灭门的问题了 那这个心生灭门 随缘 随染缘 就造六凡法界 随禁缘 就造四圣法界 如果随最极清净的缘 就造佛法界 随这个十法界 也有三生仕途 都是属于万法的范围 所以我们在现前一念 理据是照 现在我们理据人法界 造的是人法界的境界 有苦有乐 但在人法界 末法的时候 苦多乐少 每个人为生存所压迫 人和人之间 没有信任感 道德每况愈下 那这些生态问题 环境问题 灾难问题 也都是我们试照出来的 你不信因果 不信轮回 放纵 身口一三叶 造作恶业 哪有什么好结果呢 如果我们来随 阿弥陀佛万的鸿名 念之在之 我们理据佛法界 理据极乐世界的 无尽的庄严 透过信任实名 就能显现佛法界 极乐世界的境界 好 这些理据是照 理据 就比如说黄金里面 本剧 本来剧组可以 筑成盆 金瓶 金盘 金叉 金穿的这个理 虽然黄金剧组 能够打这些器皿的 这种功能 这个理 但是你一定要透过试照 事项上你要随着工匠 它有火炉 把黄金融化 各种工具 来造成这种平盘穿插的 这个器具 那等到这个有平盘 平叉穿 这种器皿是有差别性的 千差万别 但它所构成的材料 都是黄金 这又是平等的 平等里面 随着试照的圆 它有不同的用途 你用黄金 可以造成佛像 放在一个很庄严的地方 去顶礼 你也用黄金 可以造成一个叶符 这个很低 很低的一种使用 虽能有高和低的使用 但是它的黄金的那种体性 是平等的 就比喻 我们这些众生虽能 烦恼重重 身心憔悴 丑陋不堪 但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自信 跟万德庄严的佛 也是无而无别的 是这个道理 进步又比喻 这个礼句 就好像这个面 灰面里面 本句可以做种种食物的礼 你面 它是个面粉 你加上水 和和 和好了这个面 再加上人工 你把它或者做面条 或者做馅饼 或者做饺子 或者做什么 你再加上有火 这个水火 人工这些圆 就能造成种种的食品 这个食品也就是心灵 谁手巧了 你能同样一个面粉 你可以造几十种 甚至几百种的食品 就是一个豆腐 你可以把这个豆腐 做成很多种的食品 这里都是谈 礼句 事造的这种道理 好 请看下面 以便是礼 呼曰明体同意 简定真望 佛法中 有明同而体异者 有明义而体同者 明同体异 如心之一名 有肉团心 有圆类心 有极起心 有坚实心 肉团心 同外四大 无数知识 圆类心 通于八师 以八师 八种师 皆能圆类 自分禁固 此则是旺 集起心 为约第八 以能集主法种之 能起主法现行固 此则真旺和合 坚实心者 即坚固真实之心 乃离念您之 纯真心体也 经言为心者 乃坚实纯真之心也 明义体同者 如竹经中 属说 真如 佛性 实相 法界等 种种 急责之明 皆此 坚实 纯真心也 好 这是 谈以为心为中 第三个层次 明体同意 前面已经辨别了 理据 事造的道理 进一步 就从明相和体性的同意 来 简 简别 确定 真心还是旺心 对这个真心 旺心 一定要辨别清楚 能言经 前面几卷 都是谈这个问题 这个 起初真心 十番显尽 都在 简别 真旺 为什么简别 真旺呢 一定要以 不生命的心 才能得 不生命的果 但五死结以来 我们都把 妄心 认为是真心 以妄心来修道 那是 不能得 真实的果位 就好像 主杀 不能成犯一样 所以一定要 简定 真妄 那这里谈 以为心为中 这个心 是什么内涵呢 这里首先谈 这个佛法中 就是佛的 种种经典 它有种种 名相 概念 有的是 名相相同 但它的含义 体性 是不一样的 有的是 名相 不一样 但它所指称的 那个体性 却是相同的 正因为有这样的 一个 名和体的 这种 错终复杂性 所以我们读佛经 就会 有些人觉得很难懂 就是 对一个名相 到底是什么意思 它可能把握 不准 这里讨论是 名同体义 名相相同 但它指称的体性 却是有差异 比如说心 这个名相 那这个我们佛法讲 修心 你修的是什么心呢 是真心还是妄心呢 心经里面谈到 那个心 不生不灭 不够不尽 那是指真心的描述 但有时候说 你这个人 存的什么心呢 说你存什么心 可能就是妄心了 只有妄心 它里面才有 激诈 才有贪欲 所以这里谈到 心有四种 一种是肉团心 就是物质现象的 我们的心脏 一种是圆 有圆类心 有圆类 圆就是细圆一个境界 细圆的对境 你去分别它 去考虑它 嫉妒它 这叫圆类心 第三是集起心 这是指阿赖耶士 第四是坚实心 这四个心指出之后 进一步就谈它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肉团心 就是同外面的四大 就是由地水火风 四种元素构成的 就是我们解剖 解剖学上的心脏 这叫肉团心 这个肉团心是四大的物质现象 它是没有知觉的 无数知识 这个圆类心 圆类心是通一八识 这个八识就是前面眼耳鼻色 身 意 这前面六识 再加木拿石 阿赖耶士 这就是八种识 这八种识 都有它的见分和相分 这个见分显现的相分 相分就是它所戏源的对境 你对境这个境界呢 你就去分别它 它每八识里面都有自分境 自分境就是自己见分 眼所显现的境界是它那个范围的 比如眼 眼石 它就要细圆那个色 色法去圆类 去分别 耳时 要圆那个声音 去分别 这就是自己的自分境 眼石不会去细圆那个声音 耳时不会细圆那个色法 它就叫各有各的界分 这叫自分境 那么这个圆类心呢 全体都是虚妄的 就是你 你的见分 你的相分 都是圆启法 都是虚妄的特点 第三是谈集体心 集体心这是第八识 特别是就是阿赖耶诗 阿赖耶诗又称为寒藏识 藏识啊 就是他能够集合今生乃至无数捷以来的主法的种子 业力的种子 这个种子是一种潜在的功能 这个种子遇到一定的缘分 它能够起现行 有时候叫义属果 所以这个阿赖耶诗一方面能够聚集这些主法的种子 另一方面他能够生起主法 现行 他能起现行 所以种子起现行 现行熏种子 他有一个不可思议寻 不可思议变的这个特点 那阿赖耶诗是真妄合合 真妄合合就是他谈心真如门 是他的真如的一面 心色面明是谈他虚妄的一面 所以这个真妄染尽合合 构成的就是阿赖耶诗了 第四个就是讨论坚实心 坚实就是指坚固真实的性 这个坚固常常是表达我们心性的 那种如金刚般的特点 真而不为 实而不虚 真实的这个心性 所以坚实心也就是离念灵知 离开一切妄念 在无念状态当中显现的那种 般若的智慧 那种智慧就是灵知 这个灵知也是叫纯尊心体 就是非常纯粹 不加一些染法和虚妄的东西 真就是真如啊 这就是我们讲的佛性 本来灵目 灵念灵知 成真心体也 所以现在我们讨论 一句阿弥陀佛以唯心为中 这个唯心不是指入团心 不是指圆类心 不是指阿赖耶诗的集体心 乃是指离念灵知的 妙真如性 这个坚实成真之心也 好 这就谈明相相同 但它属指称的体性不一样 还有一种明相不一样 但它属指称的内涵体性是相同 比如经典当中所说的真如 佛性 实相 法界 包括法性 真实 大圆禁知 这些种种极则之名 就是用表达心性的 本性状态的名字 这些名称虽然不一样 但它所表现的都是那个坚固 真实 纯真的那个心 这个心也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 向上也找 这个心 好 这是第三个层面 请开箱 以见真望 还约本有现前 则中指点 以足今皆言 无时本有真心 夫及约本有 既今起无 而今现有 及本有也 若无无时 则无现前 若离现前 其有无时 事故不比高尊本有 远推无时 但现前一念心 知自信 即本有真心也 以现前一念 全真成望 全望及真 终日随缘 终日不变 离此 以现前一念之外 岂别有真心 自信哉 古得云 微因那盼 不离今世门头 众生现行无明 即是 如佛不动智 不动智体 其属肤 由上事意 以显为心 故一以为心 为中也 这是从第四个层面 本有和现前 前面已简别了真心和望心 现在进一步 本有之心 本有之心和现前之心 加以 以择中指点 择中就是没有偏颇 一个正确的判断的这种准则 来择中指点 现前 现前和本有的关系 在大圣经典当中 都在宣说 我们 无 我们具有 本有真心 这本有真心超约时间 无始无终 所以就用无始 本有真心 来表达 我们的 那个 那个 妙心 妙真如性 好 那现在既然说 本有真心 那现在 即今起无 用这话 就是 现在呢 我们 现前一念 之心 也就是 无始 本有真心 如果没有 无始 本有真心 就不会有 现前 一念之心 落地 现前一念之心 就不会有 无始 本有真心 这个 绕过去 我们还是 觉得不好理解 常常经典当中 用这个 现前一念 超约时间 来比况 就是 十四 古今 始终 不离当念 十四 就是 过去 现在 未来 三四 每一四 又具足 过去 现在 未来 就成为 九四 九四 约 现前一念 就成为 十四 这个十四 有古 有精 都 剥离 现前 一念 所以我们 谈 现前一念 的 真心 它就是 贯穿 过去 是 现在 是 未来 是 就是 树穿 《树穷三纪》 进了树穷三纪 那么 现前一念的心 也就是 无实 本有 真心 所以我们不比只是推崇本有真心 远推就是对无始的本有真心 看得高三扬子 实际上我们现前一念心的自信 就是这么一个崇高的本有真心 现前一念虽然是戒耳一念 它的本性体性是数穷三计横并十方 那我们如何把握现前一念的特点呢 这是常常讲的 全真成望全望其真 终日随缘终日不变 这四句话我们可能都能够很滑口地说出来 但它对它本有的含义 不一定有切实的体念 就现前一念 有这个念都是旺的 有念就跟本性相乖为的 但这个念从哪来呢 全体都是从真如性海里面显现出来的 常常把这个妄念跟那个性海 比喻为水和水泡的关系 大海有无明的风显现的水泡 那个水泡全体就是大海海水 所以正因为有全体的真如 才形成我现前一念的旺心 所以现前一念的旺心 当体全体就是真如 所以由这个生灭的现象 有念就是生灭法 它的体性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如 正因为有不生不灭的真如 才能缘起生灭的这一念 所以理解这个全真成望 全望其真 那现前一念终于谁缘 因为是念嘛 它是生灭法在缘起里面 谁缘就是谁染进缘 显现实法界的万法 虽然显现实法界的万法 但是它的体性还是如如不动的真如 体性不变 有这个原理 推之离开现前一念之外 就不会别有真心自信 也就现前一念 全体就是真心自信 是这个意思 所以古德对这个道理 就来表述为几句话 微因那半不离金氏门头 这是中文下长章说的 微因王佛法华经表述 它是过去庄严节最初的佛 那这庄严节前面是空节 那庄严节最初的佛 那前面没有出事之前 那就是空了 空节 那个空就代表那种绝代无限的境界 所以禅宗常常把微因王佛出事以前 那个境界称为禅人 学人自己的本来面目 这个意思就是跟父母未生以前 或者天地未开以前 这个意思相同 就是只是学人向上一早的境界 就叫微因那半 微因那半不离金氏门头 这是有果推因 微因王佛之前 这就是向上之果 推到现前的因心 不离金氏门头 金氏六根门头 放光动地的 也就是微因王佛的 那个之前绝代的风光 这微因那半不离金氏门头 众生现行无明 即是祖福不动自体 这是由众生之音 来说 祖福智慧自体 我们现在众生举行动念 都是无明的 捏尸的心 这叫现行无明 我们现前现行无明的体性 是十方三世 祖福所证的 那种如如不动的 智慧的体性 所以用这个现前之心 和无死之心 这个因和果的 互相的相及相怒 来推推推之 这个现前因念的真理 才能够跟佛法的法义 相接近 就是祈疏祭福 这样由上面四个层面的讨论 三量凯定 底据四照 明体同意 本有现前 由四个方面讨论的法义 来彰显为心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以为心为中 来结论就是 一句阿弥陀佛 全体就是实相 就是真如 就是一真法界 就是无死 本有真心 你看我们念的这一句佛号 是何等的尊严 深广 全体都是一真法界 所以是以为心 为他的刚中 为他的宗旨 好 南无阿弥陀佛 愿意 是我们的 庄严国庆祖 上报四重类 夏季三孤 各有建文者 激发不遗心 尽此一报成 同城极乐佛 阿弥陀佛